主料,面粉1200克,酵母8克,辅料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面粉加少许糖和菌,酵母用温水调整,慢慢加水,一边加水一边和面,水一点点的加,喝好后,加上盖子,让其发酵,2小时左右,放好的面团,拉瓷的感觉,揉面,揉好后, 改成炸圆条,切成块,稍微揉圆些,刀切束,撒上面粉,两头小面团揉成圆形,放上整容中15分钟左右,烹饪技巧,这是无味的馒头,加少许糖,是为老家口感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